大型藍籌屋軟膠頭持續低迷 將軍澳新都城本月站錄得三宗成膠 一個二房單位以727萬元沽出 原業主帳面選手8萬元離場 消息透露 將軍澳新都城二旗七座中高層已失 實用面積441方呎二房單位 以約727萬元售出 冊價約16485元 原業主於2019年11月蓄資735萬元購入 持貨預三年半 將免虧損8萬元 單位期內貶值1.1% 同區都會以期乘中六座低層已失 實用面積503方呎二房 售753萬元 尺價約14970元 原業主2018年6月以760萬元入市 帳面虧7萬元或0.9% 另外 美聯物業聯席區域經理中家豪表示 全灣著月亭西著軒高層室 實用面積452方呎一房戶 單位原作收租用途 原業主以820萬元放盤約一個月 最終以760萬元膠吉售出 拆價約16814元 原業主於2020年5月以778萬元購入 買入後曾作全新裝修 持貨預三年 帳面虧讓18萬元 單位跌價2.3% 而半新盤持續錄得涉樣成交 長沙環南窗站上蓋會 擺白座低層室 實用面積267方呎 開放式間隔 成交價589萬元 拆價約22,060元 原業主2019年11月以625.11萬元一手買入 帳面虧虧36.11萬元或5.8% 市場中的設計 刊登場 公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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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開